我讲了五个东西 各位听了有概念就好 等你觉得突然哪一天 你觉得可以这样处理 或者是说你尝试从你课 自己的课里面你找其中一项 先试试看 先试试看 他觉得好啊你再继续 通常我们都有很多实际实施的方式 方法 我有继续的步骤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你再问我们的关系 我不是只有讲理论 我是像那个宗教 领修跟你喊口号 我们都有些实际方法 所以刚刚讲了五个 我认试试试看五个 大事化巧 爱信好 智慧浓缩发重点 后面都帮你 做好那个比较好面的顺口 比较白话一点 比较容易背 不过各位能够发现 如果你上课 你在教佛与教社会 如果你的课 很多实际讨论 考虑也快有些 你如果帮他做了一点这样的处理 就是比较难的 你把它划得快一点 然后加上一点 绿绿加上一点 这个顺口六成长 他会比较好记 甚至把它弄成那个影像故事 用新制度 然后拆影像故事 那个我在新制度的课里面会讲 那他就会很容易去寄送这些东西 配这些东西 他只要在脑袋想那一副画面 想那个故事 他就可以把整段东西寄起来 好 那所以 逻辑思考就是顺步骤的过程 然后 模式选用都是拷风制 拷风碎语就是表资料 所以你都要去封印作语 他的内容其实就是简面的内容 这是运算思维的五个内容 好 所以整个运算思维 刚刚那一个半小时讲的 其实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本来打算 给各位在捐购上面 做一点小作业 按时间的关系就省了 好 那 这个里面其实是这个内容 我会让各位想一想 你怎么在教育里面去制度这些东西 好 比如说 我在教某些课程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教数学 教英识分解 他学了很久学不会 那你可不可以想办法 把那个 音识分解的步骤 每一步很清楚的 调列出来 你就是搞要按照这个步骤 做 你就一定出得来 如果你能把那个步骤弄出来 给他参考 再奔造一样化 无路都学了会 对 这个是 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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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是老师的本事 好 那当然这是出 基础的 那进阶呢 他如果有那个后设的 后设认知的那个 要再开吗 我们就其实 如果他年纪再稍微成熟一点 我们可以教他说 这个步骤是怎么形成的 那个是比较高阶的 那 各位如果曾经去补过席 你会发现 南洋现在的补习班 都是老师那个 很有名的名字 他就是用这一套 让学生学习两方便 很容易背 很容易 好 转过来